大家好 今天咱们讲一下霍拉拉拉不拉拉不拉多的事情 挺绕嘴的 网络上的一个笑话 霍拉拉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暴载因女乘客罪亡 霍拉拉司机周某春 一审被判过失致人死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9月27日周某春家属披露 周某春已就判决向长沙中院提起上诉 周某春不服这个判决的主要原因是 本案起源于一起霍拉拉平台 搬运的服务 女乘客车某沙提出偏航到最后跳车 仅一分钟 其中车某沙探出身子到跳车的过程 要只有几秒钟 她根本无法预料到车某沙会跳车 不少的行变律师认为周某春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那么周某春的定罪存在哪些争议呢 交点一 司机存在哪些过错 越路法院一审判决认为 霍拉拉司机主要存在四个过错行为 过错一偏航 过错二 未提醒车某沙吸引安全带 过错三 对车某沙态度恶劣或不予理睬 过错四 未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车某沙坠车 交点二 司机行为是否为乘客创设了实质危险 首先周某春富有的客户安全保护的义务 属于民法上的运输合同义务 这种义务只要求司机不能违反交通规则 而造成客人人身财产损失 不包括乘客故意重大过失等自身造成损失 其次货拉拉司机确实存在偏航 未提醒乘客吸引安全带 且服务态度不好的客观行为 这也与车某沙的坠车 甚至跳车行为 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关于周某春的服务态度问题 也存在张义 交点三 司机能否避免乘客坠车 周某春作为司机 他应该视线保持前方 认真仔细小心的前面路况 是对他最基本的要求 而且车某沙身体大部分探出车外 至坠地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如此短的时间 周某春又怎么能够判断 车某沙要跳车 周某春是在开车 他怎么能够制止 交点四 司机行为与乘客坠车 是否有因果关系 因为时间太短了 很难说有直接的关系 交点五 受害人是主动跳车 还是不慎坠落 但是从判决书来看 均未查清车某沙的坠车原因 在均未查清的情况下 就断定司机有过错 过于武断 如果车某沙是主动跳车 那么行为似乎就更不可思议了 司机周某与车某 没有任何身体接触 不排除是其自己探出窗外 而不慎坠落 那么对于车某沙来说 这是一种意外 对于周某春而言 更是无法预见的突发 所以认定周某春的行为 不构成犯罪 更符合一般公众 对刑法的预测的可能性 所以周某春采取了上诉的行为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道理 请加个订阅点个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